好,我們來看一下這題 有沒有告訴我2的0.64等於N 2的0.034等於N 問你2的1.54和2的負的0.374 可以畫成ABC珠哪一個 換句話說這ABC珠1哪一個 畫緊之後會等於這兩個東西 這樣可不可以 所以說我建議大家 你直接把N用2的0.64帶進來 N用2的0.034帶進來 把ABC珠1去畫簡 畫簡之後看哪兩個剛剛好 會等於2的1.54和2的負的0.37次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我建議大家這題直接用帶著 這樣行不行 來,怎麼說 你看一下A選項 A選項麻煩你把N用2的0.64 N用2的0.034把它加 帶進去 所以說把它帶進來 把這東西帶進來 帶進來之後 你觀察一下 次數對次數內外相乘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2的0.06次 相乘次數相加 加 所以加起來2的1.66次是出來了 再看B選項 B選項一樣 把這個東西畫的簡 行不行 一樣嘛 把N用幾帶 2的0.64帶 N用2的0.03次帶 N用2的0.03次 N用2的0.64次 所以這次數對次數內外相乘 相乘 變1.2次 這邊相乘 把次數八加 相加2的2.23次 就出來了 再看主選項 一樣 把這N和N 八加 帶進來 N用2的0.03次 N用2的0.64 這樣行不行 所以這一樣 次數對次數內外相乘 把這邊相乘次數相加 相除次數相 減 算算二的 0.17次 對吧 所以說這種題目 麻煩你就把一個一個帶進來 行不行 把N和N 分別把加 帶進來 好不好 相乘次數相加 相除次數相 減 算算二的多少 負的0.37次 這樣可不可以 所以說你觀察 來一下 好不好 所以哪個是2.1.54 哪一個 B 可不可以 哪一個是2的負0.37 是哪一個 1 這樣行不行 請好 麻煩你把這邊 把這題看一下 OK